巴生古一带连续多个下午刮起狂风暴雨 甚至触发闪电水灾 气象局总监在蓝西蒙表明 这是气候风转换所致 是异常现象或极端天气 来临几天预计还会持续出现暴风雨 在蓝西蒙接受马新社访问时指出 由于正值气候风交替期间 下午几晚上会出现短暴雨 甚至引发闪电水灾 有时会加带时速高达100公里的狂风 足以吹倒树木或破坏建筑货 气象局预测这情况会持续到下个星期才见好转 有鉴于此 在借阅市集等小贩以及民众受处加倍小心 要时刻观察气候变化